男人刚撒完尿就冻成了冰棍 他小心地拿起冰棍看了看 突然爆发出创作的灵感 随手一插就是完美的艺术品 男人凭借满脸落腮糊 被星星一族当成了同类 冰天雪地的夜晚睡在星星们温暖的怀抱里 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但身为人类他更渴望跟人相处 于是他刮掉了自己的大胡子 跟星星兄弟告了别 踏上寻找同类的旅程 每走多远遇见一群小恐龙 犯贱地踢了一脚 结果一转头 小胡子当场吓尿了 麻溜脱下自己的裤子 抽出松井带做了个弹弓吓唬恐龙 没想到恐龙真的后退了两步 原来他怕小胡子打到他的弹 小胡子善解人意地收起了弹弓 恐龙是个知恩图报的 送给小胡子一个风潮作泄礼 小胡子美滋滋地品尝着蜂蜜 却不想一只巨大的蜜蜂正虎是丹丹 二话不说就是一口 直接把小胡子折晕了 幸好被原始部落的人捡了回去 阴差阳错地找到了同类 小胡子无比兴奋 可话还没来得及说两句 大部落的首领带人来抓奴隶 幸运的小胡子不幸被选中 让人串成一串带走了 骑驴的小哥不看路 一头撞在了石头上 把胳膊摔断了 在原始部落胳膊断了就等于死了 他们能做的就是把他埋了 小胡子一看还能抢救一下 于是找了根小木棍将手腕固定 成功救了小哥一命 两人初步建立其有意义 大部落抓奴隶是为了修建通天塔 一爬到底 却发现上面竟然有个人 对方也没想到会有人上来 被吓得直接掉了下去 幸好眼疾手快抓住了木桩 小胡子赶紧地上根滑子给他压压尽 但风太大没法点火 小胡子示意他用手挡着点 真是造孽啊 下来后首领问他看到我爹了吗 小胡子支支吾吾不敢说 这是一个人影从天而降 首领赶紧跑过去一看 爹死得挺安详 但他还是愤怒地想惩罚小胡子 被救的小哥赶来求情 看在他的面子上 两人一起被赶出了部落 连头上的羽毛都被没收了 但赛翁施马胭脂飞腐 意外撞见一群美女在洗澡 美女正在湖里洗澡 边上却有个小胡子在偷看 小胡子看得正起劲 突然好兄弟冲过来掐住他的脖子 大骂他不要脸 原来这位美女是兄弟的梦中情人 兄弟甚至把美女闻到了身上 小胡子觉得应该帮兄弟一把 追女孩送花式首选 小胡子仔细教导了一番 兄弟拿着花就去了 看来这招对原始部落的美女不好用 那只有使出绝招死皮赖脸了 两人一路跟着人家回了部落 发现部落虽然弱小 却非常和谐美好 于是决定在这里定居 兄弟更是发挥吃里扒外的本色 带着小胡子回到原来部落 把部落仓库洗劫一空 全带回来建设新部落了 小胡子抓了只小恐龙 制作出恐龙动力磨面剂 实现了面粉自由 之后又交给部落的人烤面包 部落的狩猎方式太原始 小胡子教他们使用陷阱 可惜被大恐龙一脚踩扁 捕猎不行没关系 可以发展种植业 小胡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组装出更离 部落的人根本不懂 好好的地位 为什么要挖个大坑 只会跟着傻乐 在小胡子的带领下 部落可以说一天一个样 不但吃的种味丰富了 还建造起人工喷泉 实现了用水自由 晚上大家围在篝火边吃烤串 小生活简直不能更滋润 这天大部落首领又来抓奴隶 大家想也不想就拒绝了 邪恶的大部落当然不会放弃 某天小胡子从外面回来 看到悬在空中的一排脚丫子 原来他们坐在树叉上 可人工喷泉确实被砸了 小胡子带着兄弟去找大部落理论 大部落首领提出决斗 决斗的方式竟然是踢足球 原来在很久以前 一艘外星飞船从天而降 送给他们祖先一颗足球 并且拒绝了祖先上贡的牛粪 自此祖先认定足球是神赐的活动 部落间的冲突不靠武力解决 而是靠足球比赛定胜负 对方拥有一支精壮的足球队 小胡子赶紧给几方队员紧急培训 这是场一百万年前的足球赛 黑方队员强悍如恶狼 白方队员温软地像小绵羊 黑方首领吹响开场哨 黑方以迅雷不及掩而知识进了一球 白方守门员如同摆设 场上球员频频被绊倒 找裁判理论也没用 因为裁判是黑方首领 眼看黑方接连进球 白方一点办法都没有 小胡子看准机会来了一脚射门 哪只踢到了门框上 幸好队员跟着将球补进 白方终于拿到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 队员激动得绕场欢呼 兴奋过头来了个滑柜 却直接滑出球场 掉到了火山里 本就处于劣势 如今又少了个队员 只能眼看着黑方进球 终于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 看着黑方强悍的战斗力 小胡子决定使出绝招 面包卸灌底 这一刻他拥有了无穷的力量 速度也快得惊人 一脚将球踢近 队员们也如同球王附体 一个接一个超长发挥 隐隐有将比分追平的趋势 可黑方不是吃白饭的 找准机会就不断反击 裁判在旁边吹黑哨 判给黑方一个点球 守门员严阵以待 球成功被守住了 可守门员的手也被震废了 关键时刻老球长站了出来 别看老球长岁数大 伸手那叫一个敏捷 有了强有力的守门员 白方终于将比分追平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球 白方冲破黑方防守 小胡子更是凌空跃起 全场顿时一片欢呼 就连黑方首领都惊叹鼓掌 在如此热烈的气氛下 兄弟终于赢得了女神的心 大部落也跟小胡子握手言和 以后大家和平共处守望相助 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